向我咨询赴美留学家庭 我都会推荐一部毁三观的纪录片 颠覆一下大家对美国教育的认知 片子里介绍了美国几个重量现实 第一 美国公立学校老师几乎是终身制度 因为教师工会的保护 相对于医生行业57分之一 和律师97分之一的淘汰率 教师这个行业只有2500分之一人 被取消了教师资格 所以再差的老师你也很难开除 只能任由他继续的祸害学生 或者通过轮换机制把他换到其他学校 但你又要祈祷 从其他学校换来的不是一个更差的老师 第二 老师自己水平高低 不会影响你的工资涨幅 只有资历才可以 所以教师他没有什么动力去提升自己 第三 没有什么考试或者作业 来评判孩子的水平和你的教学水平 所以当老师的 你只要让孩子上课的时候感觉很轻松 跟家长对话的时候玩面的夸他的孩子就好了 这样的一句话 我的两个孩子两位班主任在一对一的家长会里 几乎说给了每一个家长听 那美国公立学校到底有没有好老师呢 一定是有的 当然我也没有说我的孩子老师就不好 可是问题是 对于一两个人的工作态度 你可以依赖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但对于整个体系的所有人 你就只能通过严格的讲诚措施来保证他们在进行工作 可惜啊 这一点在美国的教育体系里面你是看不到的 当然没有什么纪录片可以百分之百的呈现一个事件的全貌 但至少这部片子里展现了一些事实 可以帮助大家理解 为什么美国教育会让这里一边是本国高达百分之十的失业率 一边却又是几千万的技术行业空缺 只能等待移民来填补 OK那最后呢分享一段片中的有趣片段给大家 不管你有没有大校都建议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是教育局长 你能改变什么呢 Are you going to teach us anything Or are we just going to sit here Just do whatever you want I want to learn from my teacher Besides that Besides that